管理理智隆 知道警方查料大佩的清晰後 今天是最后 马上前路管警察局 自政委问今 高雷环境的结束表现 这么庞大的这些军火呢 我想对于遏制 防止一场可能的这个灾难呢 那是绝对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 刑警大队情依队的环境 这几天接到消息 知道有一名男导官的清晰桐一番 买来婚姻状属不化的行为后 四个对这一名 朱世嫌患的下落 陈亚姻状属点外 在岛六岁的婚姻 顺利台北 施主和施丹的两名厌患 在朱姻犯贤身上 查获一把 那个阿根廷制的制式手枪 以上堂 那随后 随即在朱姻犯贤 驾驶的制小客车内 那搜索 总计 查获 制式的德制美制冲锋枪有三把 等长短枪总共有十一把 结果调查 这两名厌患 是准备要在过年期间 开车跟董车 所谓才会调解这么大派的军会 以后欲吃欲 据初步了解 我们朱姓犯贤跟陈姓犯贤 近日因为春安期间 准备在本辖 经营职业性大赌场 那可能 怕在 经营赌场的时候 遭同行黑赤黑 寻抢 所以准备 大逼的一个枪械 来应对 行李大队插到的这些青棋 不然台北方都是 座式的当地穿 而且那些都是 火车准央的武器 行马远景就继续 追查这些青棋的来源 记者以免威宇 曹王博德